你高谈我扩论 欢迎来到高谈扩论聊天室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 欢迎你来到高谈扩论开工设 这是这个 第二个的这个 我的名字实在是我也不知道 台译先 但是就是 我们不能讨论 有人会讨论吃英伦还是下英伦还是下温伦 都可以啦 就是我是一个 在这里讨论论论论论 我就是温伦 我的空间就是电脑里面的空间 对面的就是这个恶酒的Lawrence 麻烦你跟大家拍一个就好了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开工设 对这里开工设 对没不对 对对对 我们来公过 对因为我们想到丁拜 就是老朴数来说这政策的影响 改成这样的欢迎也是很好 所以我就想说这次都会赶出来 这次我们在说的这个主题就是 就是丁拜登 就是说有台湾 他们改成对这个 培文庄 祝福 交集和缩阵 他去这个 郭民党的中社会 在这边演讲 还去这个冬天的接触 在那边开讲 因为冬天让人 改成不计较 让人关起来 所以最后一个接触 就邀请他去 说看看 他就去了 所以有的人就改成对这里有意见 我们知道说 如果是有一个人 就有不同的想法了 这些想法 是有得力还是没得力 是应该有这样的想法 还是说 我们要自己监察一下 还是说 这些台湾 他们为什么 为重要的感觉说 待会你去一个 可能跟我们想法 不同的这个地方 我们是可能有人说 比较独牌 中天可能是 比较偏偏偏通牌 或是说国民党的想法 所以我们就 请到这个劳復仇 因为台湾这样来 改成 可能有这个分裂 或是这样的 危险的感觉 所以我们就想说 可能劳復仇 是一个地肥到夕 有復仇 他的口罪也很好 说到也是有真有条例 所以我们就想说 可以请他来 针对这个主帝 说出他的看法 那我们就可以听听看 所以 可能也是 麻烦就 蛤兄 你甘成 甘不� temos 麻烦你给大家 介绍一下 劳復仇 他什么 他是什么样的人 简单意介绍一下 好 我还不知道 劳復仇 他是台南市的人 一个 6年 出事 台南市 是欧海欧州 台湾所号的復仇 要進行的在George Mason University 在做教導 等一下 因為上半天你在介紹 所以這半天我們就要 讓觀眾朋友 或是聽眾朋友 可能比較好的台語 所以我們要說 1946年 6年 不是4、6年 你10幾年 6年 5年 4年 3年 對不對 4、6年 對不對 好啦 沒關係 好啦 親菜啦 抱歉啦 Posts不是對你親菜啦 好啦 我們來聽Posts來哭啦 好 今天我們要說的議題 是這個 155分 這個現象 有關155分 所謂155分 一般在說的是 主要是在說 在一個工、一個營營 尤其我們在說的 反抗運動 還是結論運動 反罪運動 還是反抗運動 這是工廳而已 稀想說 要去特性 推翻某種的政權 還是 特性某種的目的 這種工廳而已 工廳而已 裡面 他 起情質 然後 把 在這個工廳而已 裡面的人 動作得人 這樣 動作得人 這樣 我想 每個人 可以了解 在這個 內部 這 或者是內部 混争 你說內部 如果有矛盾 內部 活生中間 人 人 作為 意見不一樣 這是很自然 所以 你意見不一樣 中間 有時候 就會起混争 起混争 這種混争 如果更激烈 就要避色 避色 大家 黑人 都不會 這樣 又更嚴重 甚至 就要 幫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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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摩 又更嚴重 做得人的力量 來幫你修理 這是聽說 在東華 裡面 民進黨 聽說 我也不知道 也有這個情形 就是說 調地拿到 他們的草坑棚 去 吉拉棚 吉拉棚 如果公開地 幫你修理 這就 定目不分 就是說 內部的草坑 一般來說 應該 要用一種 比較 保養 就是說 要用力氣 要 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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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 內部的草坑 你要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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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見的首相 可以 和大事 可以讓組織 各有我們的 內部分清 是 要讓我們 理論 擴大 大家 意見 不少 或別人 不少 大要 生理 所以用選團,用國中的方法,要打擊對方,讓對方的力量消除去 這是,例如說,對方的道徑和內波矛盾的解決,這是完全不同 所以應該,今天在台灣民主運動裡面,我們應該要拆除,例如說在我們的領域裡面,我們應該要拆除台灣人的領域裡面,要拆除所謂內波矛盾的解決 我們坦白說,例如說,一個運動,這是基本運動裡面的理論,我剛才說的,人社會的意見不一樣 意見不一樣,尤其一個運動,長得很久,不成功 如果我們不七十年,大家不成長,看到我們全都茫茫茫,出一個發言文,還在向你致納民國台灣,每次去到四處 因為致納民國台灣的意思,就是台灣是致納的一部分 我們就是要說台灣不是致納的一部分,贏的,要跟台灣是致納的一部分 你實在叫我起死,不但是這樣,ROC就是Republic of China,那個Republic的英語就是人家看你Republic of China的意思 Republic of China,你又是致納的一部分,意思是,台灣在採討,是由全中全基納的一部分 你實在喔,你真要有起死 你實在是,偷偷上,包括麥英雄也說台灣是要由台灣是兩千三百萬的人開關 如果要選舉的時候,大家都這樣說 健診的,你的名字在那個地方,甚至你再找一個名字 只要不說台灣,那就是明明要跟他們說台灣是其他一部分 這是很可笑啦,整個民進黨強求求,創意文,在黑白幕,整個民進黨大家強求求,那死人呢 我們這樣說,哪強死呢,都不會說話 這是很可笑,這是台灣民族運動到這裡,七十百萬不成功 還要進入一個電動平,平那個後面的時代,平那個理念會時代更加露 所以,所以一定是意見紛紛 叫民運動裡面的理論就是一個運動,如果長久,長久,不成功的時候 裡面的分精就升起,要邀言嚇唆一大堆 這就是說,因為大家都有想法 邀言,邀言啊,這種嚇唆 因為每個人都想說這樣,為什麼不想說,好我一說他,他說他,他說他 大家都軟,軟紛紛 尤其是西方西方形,還有一個避難的地方 定人的承襲而入 定人知道你在亂的時候,有那種人,假作說好我一 這個人的意見紛紛他會把他揭住一邊,好我揭住很認真 好我揭住,不敢說你這邊這麼多好,好我這人叫他 憑你再再唸到,憑你又跟台灣就對了 你如果對另外一邊做了很一種的發大 就是那就是要跟你分化 我剛才講的,來不分精,不是要把電風搭掉 是要把電風搭掉,讓我們運動的力量更大 他不是要對方消耗 這種很強烈的人是不要告訴 這就是為外面生土的人會做一種事情 所以我們在社會裡面 我們要祝福這種人 這種人或我接受不受很認真 很認真、很積極 但是你要等久去觀察 這種人的行為和論述 心想一定是 當然有的人有這種很強烈的 天生就是那種人 那是有 那不就是令人牌 但是那種人是在一個團體裡面 只是鬧 沒有什麼贈民的作用 沒有贈民的作用 我們就要注意 我們就要知道 那又是我們自己的人 你就比較緊張 像我們盡量不要說話 這樣 用這樣就要處理 所以內部分清和外面不一樣 這種大家一定要處理 一定要分成很清楚 像這次彭文哲的事情 就是彭文哲是對創英文 因為創英文是一個領導者在台灣裡面 雖然我沒有認為創英文是在台灣民族運動 是在我們的領導者 我沒有感覺是這樣 我坦白說 他雖然是一個台灣人 但是他出生不了 像他在他那種因為 他沒有這學生 可以選擇 政府如果實在充分,就說真的有事情,一般人都會灰心,如果看廟宇,看一個台亞是怎樣的,有一個好處理的方式, 用這樣,讓那個社會,這個人有中,這個團體化成內部,就說他相信這個團體,他為到這個團體,為到這個電影,會當我的理由,他知道他就要怎樣做,他就要灰心裂,做一個好處,做一個摸憂,讓大家知道,人不可以翻車,你如果一旦翻車,你要灰心裂,你要付接,這是應該,如果創英文, 有把我們的團體,有把台灣民族運動化作,是他的電影,他可以這樣做,但是他沒有,只要我這樣,歐爺片,歐爺片,這就是很老,但是我不一定希望,就把他當作,他是我們的定性,我沒有這樣,現在來說,荷恩先生,像他的立場,他用那些人的立場來說, 他說,他對身體性質的問題,全世界起高度,是一個進步的社會來的,對身體性質,這個東西很重要,尤其公共人物的性質很重要,每個的黨內部就是絕對,尤其走天下, 請這個人因為他當成姓霍華就這樣說他是鄉中的同路人 什麼六哥叔 神經病好我 雖然說我沒有騎到台北是鄉的人 霍華也沒有這樣 沙蝦說好我 因為我大概剛才有幾天二媒體公開出的論文是假的 所以我就說這是鄉中的同路人的邊邊 台灣人他就這樣說 這種人一聲就要對電影的同路人 這種批評的方式都是註定沒有負責任的 你說你這我是要跟你當作人 你剛才說我是另外一邊的人 你違反內波矛盾的處理 我都說過來不矛盾的處理就是像辦法 要幫這些人讓這些人留下來 讓他們改變他們的關聯 讓每個人讓我們的領域的制裁 的力量可以更強 這是來不矛盾的處理 如果對方就是要把他撿給他散去 撿給他更下去 我們還可以成功把他推翻掉 這種完全要抓掉了 所以對彭文正在說這個論文 彭文正在說這個論文 彭文正在說這個論文 彭文正在說這個論文是很可學的 一步一步很可學的 照政局對政局真正合理的懷疑 這樣一直做下去 所以這沒什麼問題 彭文正在說這個論文 有時候台灣人自己在那裡分裂 大家有在买到生 所以就比較沒在买彭文正 它就想著一個時間就沒在买彭文正 台信又沒有彭文正 就是居然當中心會請他去 在港言論自由,當然主要是中天,蔡英文要關掉中天 關於中天的事情,彭文正在立場說得很清楚 你不能用因為他的言論出什麼問題,所以要跟他講 你說你是干涉言論自由,你如果要用國安 因為他們在國的時期總是都說他是國外國家安全,你要用國安就能處理 像美國人就這樣處理中間的社會員,他就是用國安來處理 他不會說好,因為你講話我沒有跟他聽,你說這個不對,那個不對 沒有辦法用這樣處理 所以因為這樣,這個彭文正表現出一間七間論自由,這種的立場 所以吉拉洞是要求要提供更緊張的中天 所以請他去演講,他就去演講 當然就引起很多人,很多台灣人裡面 對,好,我就要攻擊,攻擊他就是他跟他頂勞,什麼疲倫 他就是閉著跟頂勞,騎著會 連男哥,他還在中天,中天要關他最多一枚 他還說,好,我沒了越厲害 沒了越厲害,我告訴他這是頂勞,什麼 軟正正 這種讓我說,你內部的婚禁 你就把內部的人國都是頂勞 這是絕對錯誤 但是我們還冷靜來看,阿彭文正去的時候有什麼不對 去那個地方,去到那裡,在那裡 現在中小會是坐在那裡,聽你講的 阿彭文正去,晚上是去副合音中小會 歡迎台灣人立場的名字 他們在說也是說,警察自由 警察自由就是補責、價錢 你去到那裡都沒有對 所以他說,他去到那裡就沒有什麼不對 你是在賣什麼 你是當我故意是同路人 因為天堂是要拿,照說應該是要中小會 是必須的,應該,國民黨的 他們這些民主黨都要賣人 不是說他們是我們的同路人 還要換過來我們這邊 對不對? 是站在那裡,他們是嚴格的人 他嚴格沒有信任我們台灣人 你如果說他去到那裡,要是在那裡 那些人家說,他們這樣 他們的婚禮是多少錢 他在那裡,我們就有辦法說 他這樣是,怎麼說 背叛到我們台灣人 沒有人,他就沒有這樣 所以這種人在台灣人的內部 比較不清楚 如果看不尷尬他 事實上就是看不尷尬他 看不尷尬他,我們可以批評 沒有不對 但是要抓那個關節 我說過 內部分證的關節是要順利 要盡量想辦法 對貨商要比較保養 是盡量想辦法 要這樣做給對方 讓對方我們可以做 讓我們的頂頂 更加大 這是基本的環節 這一定要持續的 不管我們五百妹妹 跟五百多百人 或是甚至陰 敵人一次 打這百多人 這樣就不對了 好,沒有,謝謝 茶隊 酒 酒 酒 這聽起來也是說得很精彩,也很有得力 對啊,拍拍手拍拍手,這真的要拍手 老婆子有夠夠光 對啊,你是怎麼看這個事情 你可以繼續用台語,還是要用法語,還是要用唱的 還是要用什麼都可以 要用唱的,你就跟我說出來我要唱什麼 我一開始聽到老婆子,那有夠精彩的演講 所以我就想到一條歌,你知道嗎? 台灣人,不怪台灣人這條歌,這條歌 大家應該都聽過啦,我聽過你們聽聽話 聽不懂,請不要跟我們的節目關掉,拜託 聽說現在忙碌的警察都在找 哈哈哈哈 嘿嘿嘿 古亚无盼收定的春风对面吹 十七八月月出家看着少年家 古亚无盼收定的春风对面吹 谁人家主帝 想要问他走牌诗 心来担疲憊 可以拿1.5个波士吗 为什么会想到这首歌呢 先给我评个分吧 你是音乐专场的 评个分这个也说不过去了 因为我上次已经说了94.78 所以这次好像是又有进步 所以这次我应该要说多少 要100.80吗 就181.7 200分之181.7 这样也不错 好啦甩白痴 不要想到放春风 这个其实是不知道 因为我觉得说 听刘博士这样子讲起来 所谓的抵我意识分明 还有所谓的内部矛盾的冲突 我觉得很像台湾人 感觉就是台湾人就是很善良 你知道吗 台湾人就是傲到有春 然后也是太善良 太容易去解读 这些政治人物他们的一些动作 所以我才想到说这一首望春风 望春风这首歌 其实他在讲说一个少女情怀 他在等候他属意的郎君 那他就看到说 他十七八岁都还没有出嫁 然后再看到对面的少年 然后再 其实很喜欢 但是就是又不好意思去跟他讲 所以就少女情怀总是失 所以我才想到这首歌 但是 你如果去查这首歌 这首歌 它其实是邓宇玄的作曲 李林秋他作词的《台湾民养》 可是 你知道这首歌 被多少个政权给拿来利用吗 这首歌其实 他曾经也被日本 给他改成一首军歌 OK 那这首被改成军歌呢 那也就算了 因为当时候是日本统治的年代 可是 当 我们在进台语的时候 这首歌好像也是不能唱 所以你所谓的中华民国政府 这个政权 他也是一样 他也在进这首歌 他也在进这样子的台语 那你再看看说这首歌 然后人家之后说 好啦 我们可以唱的啦 对不对 他可以唱的时候 你知道这首歌又被怎么样 关上一个意思吗 人家就讲说 哎呀 这首《望春风》呢 他应该是 在写 写词的人呢 他突然涌现西乡记里面的诗句 隔墙花影洞 一世遇人来 然后再就 诗如泉涌 然后就开始写了 就李林秋 他就旺山旺水的先倾下 就写下了这样子的一种 风花雪夜的诗歌 请问一下 李林秋他的后人讲说 没有了 《西乡记》啊 你是在称热度称什么 所以其实 日本人 其实这一些 这一些那种 这一个 不知道 这首歌 真的让我想到这首歌 它的整个一个背景 那这首歌其实也是 就是 讲出说台湾人 真的是很 怎么讲呢 就太容易 太善良 然后就 很顺服啊 很顺服 接受说 这一些外来政权 他们的一些 在思想上的一些 一些 一些这样子的一种 一种情况 你知道 就对政治人物 其实也是一样 都怀念蒋经国的 亲民啊 情政啊 是啊 亲民情政啊 可是有没有想到过说 江南案 成文成命案 也都是在他任内 所发生的 那你对那一些 受难的人 你的感想又是怎么样 他们对这一个人的 看法又是怎么样 你不能够说 因为他喜欢去吃小吃 然后跟大家合照 然后再就觉得说 他是一个好人 你要评论一个人呢 应该要从他的动作 他的行为 然后再去解读说 他背后的意涵 那现在我们的总统 不就是这样子吗 所以说其实 其实这个 我之前不是那么清楚 因为望春风也被改 我只知道雨夜花 有被改 改成君歌 那一个我有听过这样子 但是 话又说不来就是 其实如果用这种心态 其实就是会跟 后面那个少女 第二段 他最后就是 那个月亮笑他嘛 说他很傻 因为 其实只是 这个 被一阵风吹过 他就要去开门 这样子 所以就被虚幻了给骗了 这样子 对啊 确实是被骗了之后 就像雨夜花一样落下来 然后都没有人注意到 这样子 就是 其实我觉得 现在还是没有脱离所谓 亚细亚孤儿的这个状态 虽然大家好像 很想脱离 或者是声称已经脱离了 这样子 所以说 其实就是 呃 如果一直是抱持着这种 想要 以某一些人为英雄 或者某一些人为这个 世界的伟人 民族的救星 或者是什么的 这种希望 你是人类的救星 是这样子吗 对啊 您还蛮爱唱这首歌 不过 太熟了嘛 小时候就是这样子被教 我就算来到澳洲 还是记得 这个教育真的蛮成功的 所以这样子看起来 我也是怪宝宝 对啊 所以那个 我其实 我觉得其实这个台湾 从一直以来 都被教育成这样子 所以 这个其实还是中华民国 所谓中华民国的遗毒嘛 所以 其实台派也 没有办法脱离这样子的一种 很像是被影响了 所以 才会 台湾选票不能够改变一切吗 台派他们这样的争执 就是说 选票我们可以改变一切 然后再就培养出民进党 不是吗 对 就是 像2008年的时候 我们就说 比较近一点 说民进党大败那个时候 嗯 然后好像 其实那时候台派的 几乎就是整个的信心 可能就崩溃了 因为 觉得说 为何这个 好像陈前总统做了八年 他可能最后还是试图改革 有用 这个 入联公投啦 然后 可能又是 这个 这个 所谓中正纪念场 他也去做一些 所谓的证明 就是 所谓的民主纪念馆 然后 自由广场现在还是保留住了 那 其他的什么 中华邮政改成台湾邮政 那 中国石油 因为已经有台湾石油的样子 所以 那改成台湾中油这样子 那 这些有些保留住了 有些像中正经典场 后来被马英九 改回来了 所以其实台派那时候 后来就是2008年之后 其实还蛮觉得说 是不是就没有希望了 或者是说 前面那八年怎么好像随便 被对手 对方弄一个什么 不 可能是假的 贪污啊 还是 博物基要费啊 还是其他的什么 还小七七弄一弄 竟然就 陈仙宗的铛铛入狱 然后整个那个 民进党里面也都跟他切割 那很多人其实就觉得说 是不是台派就要倒了 或者没人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有点想要抓住一个父母 这个时候呢 就 蔡英文女士就 怎么讲 我说的难听 就是趁 趁虚 对 我刚刚要讲趁虚而入 结果你们说异军独起 也可以 趁虚而入 就是刚刚 那个刘博士的用词 这样子 所以 你要看到说 为何2014年 柯文哲起来的时候 很像是大家 所谓的台派也欢欣鼓舞 因为台北市已经 从马英九到好龙 已经十几年 都是这个中国国民党的执政了 16年156年 所以说有个柯文哲出来 然后联盛文 其实又怎么讲 就是真的是一个 不怎么样的一个 的一个咖 所以实在是没有什么 就是他又是 只是一个官二代 然后没有什么内涵 什么之类的 所以其实 大家就 就是觉得说 好像柯文哲就是一个 旧型讲 所以其实当时 他很早就在讲 两岸一家亲 或者是很早就 在讲他崇拜 讲经国的种种理念 可是大家好像 就觉得说 这个是OK的 这个可以不用计较 然后其他的 他说要超越蓝绿 要做什么的一些 五大弊案的处理 大家都很相信说 他就是 所谓的明月之行文 五大弊案 五大案 然后五大案 对啊 所以说 其实这个东西就是 大家真的会 尤其在台派里面 也有这样的感觉 所以当时就开始 批克文哲的人 一定就是 可能会 就是被 被反对 或者是说 被贴上标签了 对啊 就说怎么会这样子呢 对不对 然后所以同样的道理 当时 趁着这个 或者是趁到这个 所谓 318学院 一直以来的这个热度 到2014年末 中国国民党整个溃败 就是 在这个趋势之下 其实说老实话 就是任何一个人 出来选 下一次的总统 其实都有可能 会赢中国国民党的候选人 但是 你的意思是说 就算拍一颗 喜闺喜闺 做好吃喜闺 这样子也可以当选 只要不是那种 就是 我觉得就是 只要是个 就是说一个 只要是个卡 对啊 就应该都是可以 可以当选 所以其实 当然 我们知道说 其实蔡女士 她有她的一些特点 就例如说 她跟那些什么社运 或者是说 她跟所谓决亲 他们的关系 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讲 也不错 她可能也蛮擅长 去收编那些 所谓现在以前那些小党 里面的一些年轻人 什么之类的 然后她又支持同婚 说这个是 她一定会完成的 而且她后来真的完成了 不像什么司法改革 转型正义 就是随便说说的 她真的想做的 她就还是完成了 即使是公投只有3比7 她还是完成了 所以这个就是说 她可以集结那些所谓的 所谓的叫做进步力量的那些力量 这样子 加上有一些所谓的台派里面的 得高望重的人士 像史明 以降 这些人都是还蛮支持她的 我也不太清楚 他们的心态 可能我觉得 也是在互相利用吧 因为其实史明也是希望说 她的这个回忆录 然后还有她整个人生 可以被大家看到 那蔡同学也是拿她来做一个样板 就说大家你看 我这个还是有这个独派的 最老的一个前辈 她不是都支持我吗 对 所以其实这个就是 一种相互利用 所以其实那时候她就 藉由这样子的声势 也是 就是说 当时这个中国国民党 真的是已经执政到 就是大家都是天怒人怨了 几乎了 所以其实就是 在这个样的一个趋势之下 这个蔡同学就在2016年的时候 在新的所谓新的689万票 当选 然后所以说大家真的 真的把她当成一个所谓台派的共主 这样子 然后到2019年 准备要2020年的时候 就她要选连任 然后可是因为那2018年的大败 然后 其实那时候就是 大家就觉得说 这样她还选得下去吗 因为很多政策 包括后来一粒一丘 然后 劳机法 或者是 很多的这个年金的问题 然后还有许多的问题 就是包括 她的东奥正明的打压 其实刚刚讲的年金那些问题 可能主要就还是一些劳工 是比较底层的 或者是说甚至是中国国民党 对于那些年金改革什么的 有些军公教的可能就不满 那对独派或台派而言的话 像东奥正明的案中的 明日的案的各种打压 然后其实不作为 甚至是用中国国民党的一些 所谓的老 主要是蓝 就是老跟蓝都不是什么问题 可是主要像赵峰的问题 或什么都凸显出 他用的这些 你觉得老跟蓝没有问题 我觉得主要是蓝 而且是在上位子的那个蓝 就是说她答应人家 要做司法改革 结果做的都是这种 敷衍敷衍就好了 这样子的这种心态在懒 所以这个是我非常不满的 对啊 所以说其实在这个2019年的时候 就2019年初 有四位前辈来劝她 说不要再选联任 那结果这四位就立刻被 网军出来伺候 就是从那个民主进步党的立委 然后包括这个蔡同学身边的一些人 像是当时 就是总统府的什么长的夫人 现在那个总统府的那位 好像调去考试院 上次我在提到过 忘记 应该是副院长还是什么的 因为考试院长是谁 我也忘了 对 官夫人就对了啦 对啊 官夫人的先生就是官 反正就是从那些府啊 院啊 然后甚至网军啊 一起跳出来 之后 就四位这个前辈这样子 然后甚至那时候 中共同学人一词 从那时候就开始用 所以后来赖清德出来挑战 蔡英文女士的时候 也是 就说有人在说她这个是什么 金孙啊 然后这个是 独派就是捧在手心的人物啦 然后什么诚信问题 所以她原本就没有要出来选啊 等等的这些 那么其实当时有个说法 我觉得跟现在有点像 跟彭文正博士教授所长 遇到的问题非常的类似 就是这个赖清德 因为所有的这个 几乎所谓绿营的节目 除了政经看民事之外 呃 包括民事自己的其他的节目 像什么呃 台湾什么最前线啊 那个后来去取代他 取代政经看民事的那个节目 他原本是在下午播的 我那时候 正好还在还在家 所以我常常看到 然后就是包括民事自己的其他一些节目 还有像三立的什么节目啦 嗯 郑鸿怡的节目啦 还什么廖小军的节目 一堆的那些节目 其实几乎就是一面倒 你看了就是几乎就是一面倒的 在带一个风向 就是说呃 蔡英文女士才是大家信任的 然后她又是怎么样外交的成就 又是什么台美关系 空前良好啦 然后又是她什么出访啊 女性的力量啊 透过像范云那些学者来写文章 然后呃去歌颂她 或者是林非凡也上节目 说呃她观察到蔡英文呃 呃总统如何如何的好 呃所以就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些手法 所以赖清德几乎等于就是被被封杀的状态 除了政经看民事 呃 说她应该是有这个就是他们的节目的立场 比较是站在说她有这个至少她有挑战的这个权力 而且依法其实有据 依照这个民进党自己的规则也有也有根据 而且其实她也才更能够意识到当时大家对民进党的这种讨厌呢 还是什么这样子 所以其实这个来讲的话 赖清德几乎没有什么发生的原地可以让她去发表她的这个呃观点啊什么的这样 所以其实当时呃也有一些像是东森的那个好像是关键时刻啊 有邀请她呃去上节目这样子 那时候她也是被抹蓝还是抹黄还是抹抹红 对啊就是当时因为她上了这些东森的节目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有台式的那个谢政武组织的这个 就是她不是有那个什么 反正就是挑战一百万元的那个 彭伟翰好像也有找她不是吗 对对对对 然后 你知道每次去她每次都被抹 都被抹说 这个怎么是跟那种中共同路人啊 怎么这样子随便乱抹乱抹乱抹 他就抹抹抹来不去 所以其实这个就是我觉得非常可恶的地方 就是说他们先让封杀你 然后让你没有那个节目可以上 不能够对所谓的绿营的群众去表达你的理念 所以她当然就还是要寻求她发生的地方 因为人家总是有权利可以跟你挑战 然后初选去发表这个理念嘛 所以其实她上那些节目的话 其实是无可厚非 但是就因为这样 所以有时候她连蓝营的节目都上 然后你也知道说像黄伟瀚可能是 甚至是偏统派的 然后都上 但是 其实那些人反倒是 你说像那个 你绿营的政党好了 小党像什么 台湾激进 那不是几乎就是等于变侧义吗 就跟原来她叫激进侧义 所以现在真的是很侧义 对不对 然后 你知道做边缘话 这个字 对啊 然后你看像其他的 其他的都笑袖手旁观 就反正民进党的家务事不关我的事啊 对不对 然后可是事实上 像什么绿党 现在加入民进党王浩宇 或者是原来的社民党 现在整个已经卖给民进党的这个范园 他们不是通通都没有声音 甚至是在附和这个彩虹 没有人站出来讲什么话了 对啊 所以这样子的话 你怎么样给予一个公平的环境呢 所以就是用这种的方式 来说是抹这个抹对方嘛 那所以其实彭文正博士教授所长的例子 不是非常类似吗 那个还更夸张 就是他干脆把你节目夭斩了这样子 他夭斩了之后 然后再现在又管人家说有没有去中天 好啦我们等一下再继续来看说 这个荒谬的情况到底是在哪里 我们下期再见 上一段实在是罵着就是说了很多了这样子 但是蔡英文女士她从她的过去来看的话 真的可以发现她的言行有这么台派吗 您是怎么看待 就是可以找到她整个过去到底做了些什么 或者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历程 包括她对于这个她跟蓝营的媒体还是什么 难道就没有瓜葛吗 还是您有没有看到这方面的事情 其实中天最近不是被关台吗 你知道我们的蔡英文总统 她还曾经上过中天去报新闻 那我不知道说这个新闻要不要拿来做成 说是来抹红或是抹蓝或是抹黄她的一个情况吗 我是不会这样子做啦 但是我不知道那一些意图抹红这个彭文正的这样子的心态 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态 为什么我也可以这样讲 因为我在网路上看到说 2001年的时候7月26号 蔡英文当时候是陆委会的主委 她其实也去中天那边报新闻 然后去练习说报这个气象报告这样子 那你知道坐在她旁边的是谁吗 好利用 是谁啊 转利用没出来 她居然是李金玉主播 我看到这个新闻我实在是有点感觉说 这个是哪一年啊 为什么蔡英文女士脸看起来是一样 就是鼻子也是一样的位置 然后再眼睛也是一样的情况 然后再来呢 就看起来比较年轻一点啦 那结果李金玉主播居然在她旁边 然后再来就是来教她怎么样来播报这个新闻 就有点像是在跟人家拨甘情 这政治人文 那拨甘情 你这个做做的 结果呢 结果来到了2020年的时候 那个中天的记者就是很怀念的问蔡英文女士说 总统你还记得说你有曾经到过中天来报新闻吗 她说有啊 中天加油 就这样子 所以她也是中天加油啊 所以这个就变成是好像跟她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啦 2020年这个对话是发生在什么时候 是她已经决定不要被换照之后吗 但是我不太清楚 因为我看到的是这一段 那个2020年1月12月13号 那这个是中天新闻 他们自己放出来的一个影段 那中天新闻他们说 他下面的解说是说 中天新闻台在12月11号下架有电线事前夕 播出26年荣耀的纪录片 其中有个画面引起很多网友讨论 在片中蔡英文中通 曾经来到中天新闻部 还客串气象主播 与当时的中天主播李金玉同框 这画面如今看起来格外讽刺 因为李金玉的夫婿彭文正 可是英黑大咖 而蔡总统当年上中天前来关中天 这些例子画面如今都被拿出来讨论 是啦我知道说 这一些所谓的台派或是独派 他们对中天被关 他们是拍拍手 但是你们之前的所投票的支持的 也包括我啦 其实我之前也很支持小英 但是喔 我们所支持 那我就说我们好了啦 因为我这是 我当时的氛围 我们所支持的小英 曾经上过中天去报新闻 那你要不要来抹红一下 还是说 他是入委会主委啦 他又不是总统啦 阿诺多阿诺这样子啦 是吗 一个人过去的作为 那你们就不用拿来参考 那你们这样子对待彭文正是合理的吗 彭文正过去的作为 那你们也不用拿出来参考吗 那一看到他现在上中天 然后就马上拿出来批判 而不去看人家在说的是什么东西 不看人家说什么东西 然后就判人家有罪 所以这在圣经里面 其实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 因为圣经里面讲说 要做审判官的 请你去看说 人家说的是什么 做的是什么 这样子才说公义 好吗 就是不能做假见证害人 这也是十戒之一 然后 而且你也不能在名誉上杀人 在名誉上杀人 可能会造成说 你像之前 为了要 为了要 这个 把政治人物的 诚信 或是说他的形象 跟他弄得非常的好 然后这就转移焦点 转移到这个 铸大阪的外交官 我讲到那件事就有气 这些辱人 民洁 然后随便在那边讲人家的 你都觉得说 人家的名誉都不重要吗 这种人非常的不道德 不行啊 我不可以 我不可以再发脾气 因为听说我昨天 我昨天 我昨天在录影的时候 在录那个证明自先论者的时候 然后被人家讲说 你怎么都那么凶 我不要凶一点 那我们继续来看 历史上的情况嘛 OK 在2019年10月12号的 诶 12月10号 10月12号 的报导 来 这是忠实的报导 但是你听看看 独派大佬 史明上月20日病逝 想松瘦 103岁 诶 那个字念松 是松山的松 OK 明天史明基金会 所举办的整魂护国 与史明叔叔 在走一段台湾路 的大游行呢 即追思会 蔡英文总统将出席 但是呢 小泰然文教基金会董事长 陈秀丽 她也是史明文教基金会的董事 然后也是这一次的智商的委员之一 她在那一天接受 忠实来访问 她痛批 蔡英文八十位说太多 比国民党更厉害 哦 你有听过这个新闻吗 没有齁 没注意到耶 我继续再告诉你 我继续再告诉你 陈秀丽这一次总统大选呢 她是力挺前总统呂秀莲 然后并且担任呂竞选总部的荣誉总干事 那前副总统呂秀莲 她今天于喜乐岛推出的立委候选人 就是在北市第六区 她是那个彭教授的学生 对 然后就一同出席联署活动 但是她在演讲前她就致辞啊 肖太然基金会 望春风出版社 史明基金会 这些听起来都很台派对不对 都是所谓的台独的那一种的文教基金会 她就说 都是她一路走来不便支持到今天的 那陈秀丽她也讲说她支持和平中立 但是呢 她说当她决定要来挺 吕秀莲的时候 上层啦 就是上面的啦 都来关照她 问她说 是不是十八成人 她就说我今天站出来 我是要用心推动和平中立 我也是嘉义人 那我去拜托以前旅友会的成员 那竟然每个人都被收头 收头你听到吗 摸头吗 她就说史明过世的前一天 我就感受到说她好像活不了了 下午两点半 她就带呂秀莲一起去看史明 她在史明 歐吉桑里面跟她讲说 歐吉桑 你有听到吗 你一世人为了 她说 独立建国 为什麽想要去支持 判他们 你知道吗 所以陈秋立她就在演讲的时候她就讲 这让我感觉到说她晚节不保 所以其实台派也是有一派人 被现在台派执政 权力的人 还有大部分的这些所谓的台派的人 边缘化 那这些人呢 她们其实是不会同意蔡英文的做法 因为她们很早就觉醒了 觉醒看到说 什麽做法是这麽的专制 什麽做法是这样子 不喜欢人家就把人家的节目给关掉 不喜欢人家就叫管君是事后人 这跟柯文哲不是没有什麽两样吗 所以其实我在一开始的时候 对于蔡英文女士就有一些疑虑 可能是因为 因为我自己在政论方面文章的启蒙 主要是那个 金恒伟老师跟曹长青老师这二位 一位是所谓的外省人 一位根本就是中国裔美籍的 也可以说他是外国人 可是就是言论是比我们还要更 台派也好 或是更有逻辑也好 那因为那个正好彭文正博士教授所长 他放出了曹长青老师在说 这个回顾就是金恒伟老师的这个专栏 当时是如何在 蔡英文还在是党主席 只是党主席的时候 打电话去给当时自由时报的老板 要他停掉金恒伟的专栏 可是当时当然那个老板没有怎麽做 那因为曹老师也是写了很多批判 当时蔡英文主席的这个文章 就批判他说说话很多都是空话 然后很多都是这个什么 和而不同的这种很奇怪的中国式的用语 就跟马英九有点像四个字四个字的 然后就空话一堆这样子 所以其实后来也是被打电话去关注 然后又说因此就常常他的文章就被修改 或者是很多就干涉登不出来 像曹老师说他最后一篇就是2011年初的时候 写了一篇说这个民进党的这个 就是民进党的大会通过说 要以这个全民调来代替所谓的这个党员投票 来选出这个候选人 无论是党主席也好 或者是那个候选人也好 那全民调的话就一定有对方阵营的人进来 所以他是持反对立场说全民调一定选不出 能够代表本党理念的这个党主席也好 或者是党内的候选人出来参选也好 但是这文章就发表不出来了 所以他想说那这样语气我一直被改 我都发表不出来那就干涉不写了 所以从2004写到2011年初就不写了 所以其实你会看出这个只是主席的蔡英文 他就很喜欢去干预一些他不喜欢的言论 所以我们那时候我是觉得说对他是当然是有疑虑 但是基于说当时中国国民党实在太差 所以我也还是2012跟2016两次还是都有投他的票了 算是你要说还累投票可能没那么严重 可是也是觉得说有点不得已投票的状况 但是也是 也是没有想到说其实到后来发现这个人 他的那种专制的那个本性还是能够露得这么明显 这样子 所以其实是真的是我们虽然说也是这几个时间比较有限 不过就是说我觉得台派为什么会到今天还是有些人 这样子就宁可支持他也不愿意说让中国国民党回来执政 甚至是说只是寻求去中国国民党 或者是只是寻求有这个言论自由的这个角度 去中天然后上一个节目讲讲话的只是一个媒体人 他也没有什么权柄也没什么的 这样就是大家需要去这样子去对他有这种攻击 其实我觉得这种不用讲远的历史 就是说在台湾自己的就是这个所谓中华民国 占据台湾之后的这个戒严的期间 他们不是有说小心吗什么斐蝶就在你身边吗 斐蝶就在你身边 对啊然后什么那个这个保密防蝶人人有责 那其实其实就是很多台湾就是台湾的精英 他们为什么会去开始去进入蒋经国的这个体制 不客气讲当然李正辉那时候也是这样子进去的 所以其实李正辉执政初期还是有发生一些悲剧的事件 例如说郑南荣就是在那时候自焚1989年 对啊所以你说那个严格讲起来李正辉 他其实到最后也都没有为这件事情说什么话 这个倒是不能说他完全没有责任 因为侯友宜是派人去抓的 可是当时已经是李正辉执政了 那我的问题是说 为什么会有像什么谢东敏临阳港李正辉 还有就是一些这种所谓的台湾的人 会进入那个政府呢 就可能有人会跟他们讲说 你如果不支持这个现在的中国国民党 那你要支持共产党嘛 其实这种讲法也是一样 现在你说你不要蔡英文 那你要国民党回来执政吗 那国民党不是就等于共产党吗 所以其实就是一样的这个逻辑 所以这个所谓的这种芒果干的逻辑 或者是说就是这种 因为其实我觉得像有些台派的人 他们可能就是觉得说自己的声量 或自己的力量 其实是比较薄弱 所以或者是基于一种崇拜的 或者是甚至是一种 对于比他们还要有力量的人的一种 好像是可以说羡慕极度恨吧 所以他们觉得说他们力量不够 他们就要找一个他们已经认定是那个 共主 救世主的 对的共主的这样的人去靠拢 然后以至于他们的力量才会变得比较强大 他们才觉得说建国有望 或者是说有一个建国有望的假象在那边 那有人去告诉他们事实 说国王没有传疑属 他们就觉得说告诉他们事实的这个人是很讨厌 或者是他们要把这种提出问题的人解决掉 而不是去解决问题 所以其实这个是一种比较糟糕的心态 对啊 你说的没有错 这个所谓的内部矛盾还有敌我矛盾 这是一种你必须要认清楚 要把它分得非常清楚 不然的话你就会中的对方所谓的统战 的这个轨迹 你所谓的统战对不对 通常我们会以为说这个是为了统一而做出来的战略 统战的意思是它是统合战线 统合战线的一个基本的元素是什么 你知道吗 这是毛泽东提出来的看法 他说他从这个苏俄共产党 还有这个波凶的事件当中 他学到了很多的教训 他说什么呢 第一个世界充满了矛盾 这是真的啊 有利益 就会有利益冲突 那两个人就有两个不同的想法 所以呢 他说在所有的这些民族资本主义 的小生产的矛盾 基本上解决了 现在别的方面的矛盾就会突出来 所以新的矛盾又出来 所以在毛泽东的这种的斗争的理念 我现在在讲 我会不会讲下去就会变成中共同路人 好吧 那我用一种 那我用一种比较 比较比较严肃的这样的话 没关系 毛泽东在历史上 他初期是支持台湾独立 他是有曾经说台湾人应该要合作 他死民那以前也是共产党的不是 对不对 好 那我就继续讲 反正呢 要抹红抹黑抹黄 我本来就不是一个大咖 所以没关系 好 他说什么 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 当内的事情 都要用整风的方法 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 而不是要用无力来解决 我们主张和风细雨 就是小小的小小的这样子的 所以呢 内部纷争的很厉害 但是和风细雨 外面看起来好像只是下一点小雨 下一点小风 这样呢 就可以很得人性 就能够团结全国人民 调动六亿人 当时候是六亿人口 OK 六亿人口中的一切积极因素 来建设社会主义 好 那请问一下 我觉得刚刚我们看到台派的 所谓的这些台派 其实我很不想要用台派来讲 所谓的这些理念上 比较支持台独的人 这个党 他从过去到现在 他是怎么样 很像这样子的一个分析的 一个发展的方法 他一直就是在制造矛盾 一直在制造冲突 然后呢 就是有共主出来的时候 然后就统一天下 然后再来呢 就一致对外 那现在第二次完全执政 我觉得他们其实 已经变成一个新的 类似很极权的 或是说很专制的 这样子的想法 就渐渐出来了 现在居然还想要把手伸进去 所谓的新阶级 所谓的新阶级 对啊 造成的新阶级 那他们已经变成是既得利益的 那既得利益的 他们怎么可能会把利益给放掉 那他们认为说人民就越笨越好 这是事实啊 那所以他们也觉得说 然后在外面批评的声音越小越好 所以关电视台啊 关电视台之前 他们签关节目啊 来 关节目以后 然后再关电视台嘛 然后再来呢 里面也有一些人 他们认为说 他们也是一个 可以从这边 捞到一些利益的 或者是说 他们觉得说他们也是这个 所谓的支持台独的 理念的这样子的人 里面当中的精英 他们觉得说 自己读的数比较多 讲话比较大声 比较有条理 所以他们就跳出来 只要是对这一个政权 会有危害的 一律都杀无色 哇哩咧 这个 这个 哈啰哈啰 现在是什么 什么时代啊 你还在用这种 这种阶级斗争的这样的方法 然后来抹红抹黄别人吗 或是说抹黑别人吗 其实你把所谓的这些颜色 跟都混在一起 你知道会变成什么颜色吗 黑色 所以最后就是在 吐人家脏水啦 这种就是所谓的抹黑啦 你只能把人家抹红抹蓝 抹黄抹什么的 抹蓝金黄 全部都加在一起啦 红色也加在一起 全部都会变成黑色 或是灰色 就是把人痘臭的意思啦 是啊 人格谋杀这样子 名誉杀人家 是啊 然后再来 人家的名誉都不重要 所以圣经他其实讲得 非常的清楚啊 马来福音里面 耶稣就自己也讲说 那个什么 不可以恨那弟兄 然后也不可以去骂人 骂人家魔力的 他以后会受到审判 因为耶稣他知道说 你人的那一种 人的那一种 你把人家斗错 人家人他要活吗 他要免练活在这个世上吗 攻击人家的心 然后随便乱抹人家 随便在那边吐槽别人 或者说 不能说吐槽 就是说随便在那边 做无 做没有 任何根据的这样子指控 那起来是很害的 不过我没到现在 所以我们是只剩下一点点时间了嘛 这样子 那我就稍微用个一两分钟来做结束一下好了 就是那个 因为刚刚那个刘教授提到 提到说 提到说那个就是 其实来分裂的人 他会用一种更激烈的手段 然后去打击对方嘛 所以想到说那个 水浒在里面以宋江为代表的人 他就是后来要去受招安嘛 因为怎么受招安呢 就是那个 要当官就是杀人放火受招安这样 所以他先杀人放火一番打击对方 然后去受招安 但是那些受招安 他就被宋江带去受招安的那些结局 就是 通通都被灌了那个水银毒酒 然后每个人都死嘛 所以就是悲剧 只有一些像鲁智生 他成佛没死 然后武松因为残废了 所以没有去受招安没死 所以你说那是幸运 还是还有像什么燕青啊 没有去受招安 所以受招安的人都是悲剧嘛 然后所以你要去受招安 或者是真的要去替那些 所谓你现在觉得说 是跟你共同样的阵营的人去做什么 然后可是就像说 first day camp的道理一样 如果到时候其他的那些反对 都被处理掉 那你的哪天反对他 那你就会被成为处理的对象 我只是就是提醒说 这所谓的台派 你们是不是也要想一想说 这样对你们来讲 真的是一个喜剧吗 这样子 我好想想 对啊 好啦我们下次再谈 好 谢谢各位的收听 拜拜 点名字幕志愿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